时序渐渐进入夏天 午后不时就有雷震雨发生 这样的气候正好是成为病霉蚊之深的温床 对此供疗区公所和清洁队 在今天特别举办登革热宣导活动 由区长陈文俊亲自示范 如何将家园周边积水容器做处理 让不少上了年纪的阿公阿嬷学到不少概念 春夏之际午后震雨 最容易成为资深蚊虫的温床 如果没有及时清除 将会成为病霉资深员 一发生登革热疫情 供疗区为加长登革热防治工作 透过防疫事实大会 及各种管道通报方式 要民众务必落实户内外资深员清除 同时做好个人访问措施 避免感染登革热 在大概在4月5月初的时候 尽量来做宣导 让民众在家里面周遭 尤其我们这些长者 他们家里常常在做一些种菜 怎么样能够注意说 一些积水容器要必须要做定期清理或覆盖 不要造成所谓闻影之深的一个机会 没有决绝就没有蚊子 整个喷药只是一个治标 没办法治本 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宣导 让我们学长辈能够知道 他从自身做起 今天的活动区长成文俊也特地下场 亲自示范如何处理家园旁积水容器 并贴心叮咛长者预防等隔热的重要性 也让现场的阿公阿嬷会议良多 当地里长则表示 因为台湾是一个气候适合 并没蚊生长的环境 民众应该持续加强环境整顿 落实寻、盗、清、刷、支撑员清除工作 让并没蚊没有地方产卵繁殖 才能有效降低登隔热感染风险 杰尔权威共聊采访报道